大家好,我是Masa 这一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好吃的煮物料理 它叫Motsu Nikomi 然后中文是非常味噌煮 那这个Motsu Nikomi,这个Motsu 到底从哪里来的 因为这一次做的这个料理会用到内脏 那这个内脏日文叫Naizo 就是跟中文一样的那个字 Naizo内脏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会叫Zoumotsu 就是藏物 所以用这个后面的那个字 就是Motsu来叫这个料理的名字 所以就变成Motsu Nik 那基本上这一种料理是会用到内脏 猪或者是牛还是鸡都会用到的 加入一些蔬菜 然后调味的部分会用到味噌 所以味道是还蛮浓厚的 所以它是适合当下酒或者是配白饭 好,那边就开始做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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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